台北市府前今天早上也举行升旗活动 这是市长柯文哲上任以来第一个国庆日 他说他不喜欢总统府前面那种太妙的形式 他希望大家开心就好 现场还发送3000个印着小蜜蜂的嗡嗡包 但是参加的民众太踊跃了 现场一度失控 台下观众蜂蜂而上抢成一团 全是冲着这款毛巾特制的蜜蜂蛋糕蜂蜂而来 连装饰的草莓都不放过 我们是伟大的事情千万不要这样子讲 北市府举办的双十国庆大典 本来是欢乐的场合场面却一度失控 原来是因为这款限量3000份的国庆小物嗡嗡包 清晨6点半发放兑换券 却有民众不满抱怨连连 明明一大早就来排队却一个都拿不到 老实讲我那时候3000因为我们也没有去动员 所以想说3000个应该差不多吧 今天现场观众太踊跃了 如果知道就拿这个来加花好了 不然怎么办 等一下这算一算也好几百个 等一下给那些没有零的还可以再花一下 想拿毛巾蛋糕安抚民众 却意外让场面失控 供不应求引发敏怨 他没11点就够了 没11点就够了 对啊 这在这处备 原来要前一天晚上就来排队才能拔得头筹 但是高人气的柯市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国庆日 不和马英九同台只在北师府前简单庆祝 不要每次都弄得好像 那种好像太妙那种气氛 我就不太喜欢 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这种 大家高高兴兴快快乐的这样就好了 不要弄得那样好像很严肃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我就不喜欢那种style 不喜欢太过严肃北师府的升旗典礼大走 科匹斯带一国 要当飞蓝绿军事区的北师府 升旗少了浓浓政治味 走的是清明同乐会风格 国歌表演电音升旗样样不缺 热闹程度不输给总统府前 柯文哲避开和各党领袖互动 少了外界大做文章 但是失序状况也是始料未及 UDN TV科室张沈永沛台北报道